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谈一下乌克兰战争 以及乌克兰战争的前景或者发展趋势 这里就着重谈一下普京发动乌克兰战争的目的 不管乌克兰战争它的战局怎么样变化 那么普京发动战争的目的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改变 看明白了普京发动战争的目的 对乌克兰战争的将来会怎么样 就可以看出一个大方向来 最近乌克兰军队发起了反攻 虽然不能算大反攻 但也算是一个相当规模的反攻 乌克兰军方表示 乌克兰部队最近在乌东顿巴斯城市巴赫木特前线 发动了第一波反攻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拔除了俄军在巴赫木特城内的一些据点 还有一些阵地 不少朋友看到这个消息非常振奋 认为俄罗斯不行了 在西方国家先进武器装备的乌克兰军队面前 他们已经顶不住了 乌克兰发起大反攻就要收复备战领土 俄罗斯即将战败 而且还要对乌克兰割地赔款 普京政权也要垮台了 不过让人遗憾的是 这样估计乌克兰战争的前景 那是过于乐观了 我们要评估乌克兰战争的前景 首先要看清楚普京发动战争的目的 普京为什么要发动乌克兰战争呢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对于这个基本的问题 很多人都有错误的理解 很多人简单的认为 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 就是因为普京的野心 他想要恢复原苏联的版图 把普京发动战争的目的 理解成为恢复前苏联的版图 这样的理解呢 就是有点想当然了 普京对现在俄罗斯的国家实力 应该还是有基本的了解的 俄罗斯现在GDP还不如中国的X 俄罗斯的武器呢 也主要是靠以前前苏联的遗产 现在乌克兰战争上用的这些武器 绝大部分都是前苏联时代研发出来的武器 俄罗斯并没有研发出来什么新的武器 如果普京真要想恢复原苏联的版图 他首先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扩军备战 我们看希特勒在发动世界大战以前 就是在疯狂的扩军备战 而普京在发动乌克兰战争之前 并没有明显的搞什么大规模的扩军备战 这就说明了 普京并没有计划打一场大战 如果普京真的想恢复前苏联的版图 那当然就是要打一场大战 没有一个大规模的扩军备战 那是说不过去的 所以说普京发动乌克兰战争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恢复前苏联的版图 按照俄罗斯自己的说法 或者说俄罗斯强硬派的说法 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 是为了保住俄罗斯不被美国西方国家 分裂解体 俄罗斯总统普京多次讲话中 他反复强调说 西方所做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试图分裂俄罗斯 分裂历史的俄罗斯 他们过去一直这样做 他们现在也在这样做 但我们的目的完全不同 我们做的一切是为了团结俄罗斯人民 也就是说普京说 他发动乌克兰战争的理由 就是为了保住俄罗斯这个国家 不被美国西方国家所分裂解体 而且还要通过这个战争 把俄罗斯人民给团结起来 避免俄罗斯像前苏联那样再次的解体 不少朋友可能不愿意听 普京这种发动侵略战争 还要找借口的强盗逻辑 所以普京说的这些话 当然是属于强盗逻辑了 普京说 分裂俄罗斯一直以来都是西方的目标 这种意图甚至是以书面形式固定下来的 他们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首先分裂前苏联 然后再分裂作为主体的俄罗斯联邦 只有当俄罗斯被分裂成几个独立的国家时 西方的精英们才会感到满意 才会准备让俄罗斯加入所谓的文明国家大家庭 西方试图把俄罗斯分裂成几个独立国家 比如莫斯科国 乌拉尔国等等 来取代统一的俄罗斯民主 西方要把俄罗斯分成几个独立国家 是为了便于他们对俄罗斯人民的压制和管控 只是过去俄罗斯和西方关系良好的时候 我们尽量不去谈论它 但这些一切都是存在的 它一切都是写在纸上的 普京说 如果我们不阻止西方的阴谋 俄罗斯人民的命运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俄罗斯民主甚至可能无法像今天这样生存下去 我们需要保全我们的国家 保证国家的安全和战略稳定 而俄罗斯人民团结一致是取胜的最重要条件 很多人一定认为 普京这么说都是强盗逻辑 但是普京他还真就这么想 俄罗斯有大量的强硬派 他们也是用这种强盗逻辑来思考问题的 即使是强盗逻辑 我们也应该去听一下 因为搞清楚他们的强盗逻辑 才能搞清楚他们要干强盗这样的事情的动机和理由 才能更有效的和强盗进行对抗 也就是说 普京和俄罗斯的强硬派 他们解释发动乌克兰战争的目的 是为了团结俄罗斯人民 要避免俄罗斯再次被美国和西方国家所分裂 那么为什么发动战争就可以避免俄罗斯被美国西方国家所分裂呢 当年前苏联解体并不是因为发生了战争 而是因为苏联的经济被美国军备竞赛给拖垮了 苏联人民基本的生活水平都不能保障 当时什么东西都短缺买什么东西都要排队 苏联进入这样一个经济的困境 就造成了苏联人民对苏联政府极度的不满 进一步就导致了发生反政府的内乱 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那么如果这次俄罗斯总统普京不发动乌克兰战争 那情况会怎么样呢 俄罗斯自从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之后 就遭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各种制裁 俄罗斯经济这些年是每况愈下 也许用不了几年之后 俄罗斯就会出现前苏联那样的情况 就是俄罗斯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得不到保证 人民对政府是极度的不满 就会发生人民暴动 这个时候俄罗斯就会出现内乱 而这个内乱就会导致俄罗斯进一步的解体 分裂成几个国家 所以普京认为为了避免几年后发生这样的情况 他是要先发制人 先发动一场战争 俄罗斯发动战争的话 那进入战争状态之后 那人民生活水平当然就下降嘛 但是因为战争导致的生活水平下降 很多人就可以容忍或者坚持 并不会导致人民对政府的极度不满 就不会发生人民暴动了 那么俄罗斯政府就可以能够控制得住局势 俄罗斯也就不会发生内乱 就不会出现俄罗斯进一步解体 分裂成几个国家这样的情况 所以总而言之 普京他就预测 未来几年俄罗斯必然会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 这个危机他是躲不过去的 而这个经济危机必然造成人民对政府的极度不满 这个极度不满他也是躲不过去的 因为在和平的环境下 如果人民的生活水平严重下降 那当然政府的责任是非常的重大 人民只要怪罪政府了 就有可能发生暴动要推翻政府 而俄罗斯一旦发生人民暴动 推翻俄罗斯政府的话 那么俄罗斯这个内乱就必然的嘛 而内乱又会进一步导致俄罗斯的解体 所以普京就要在俄罗斯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之前 他先发动一场战争 让俄罗斯处于一个战争的状态 在战争的状态下 如果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了 大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啊 因为打仗嘛 人们就不会怪罪政府了 也就不会发生暴动了 这样俄罗斯政府 普京政权反而是安全 俄罗斯政府的安全 就可以保证俄罗斯不会出现内乱嘛 就可以保住这个俄罗斯国家统一 不会分裂成几个国家了 所以搞清楚普京发动战争的目的 就可以看出 这一场乌克兰战争必然就是一个持久战 因为速决战呢 就达不到普京要通过战争 来团结俄罗斯人民的目的 如果是俄罗斯很快取得乌克兰战争的胜利 那么在胜利之后 战争停止之后 俄罗斯必然又要陷入一个严重的经济危机 那个时候老百姓名不聊生 而且呢 那个时候普京政府也没有任何理由 来推脱这个经济危机 造成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的责任 所以呢 普京为了避免这个经济责任 他就要把这个乌克兰战争啊 变成一个持久战 打个五年十年一直打下去 只要战争一直在发生呢 俄罗斯政府就可以以战争为借口 来开脱这个俄罗斯经济危机的困境 更重要的是呢 因为战争而导致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了 人民对未来他会比较乐观 他们就会认为 只要这个战争停下来之后 我们的生活就会好起来 这就像中国搞动态清零时候 虽然那时候经济也很糟 但大家还很乐观 认为只要是停止清零了 疫情过去了 中国的经济就会恢复起来 就会好起来 现在中国这个清零停止了 疫情也基本上过去了 但是中国经济并没有好起来 这时候人们就非常悲观了 对未来觉得就看不到希望 所以普京发动战争之后 虽然说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 但是这个战争却给他们对未来 恢复生活水平会带来一种乐观的态度 而这个乐观的一种态度 对未来的乐观的情绪 就是民主团结极为重要的因素 所以说普京发动乌克兰战争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恢复前苏联的版图 而是为了保持俄罗斯国家的统一 不会分裂成几个国家 所以理解了普京发动战争的理由 就可以判断出乌克兰战争 当然就是一场持久战了 它不会数学战 要打个十年八年 我在去年乌克兰战争刚爆发的时候 就预测乌克兰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 短则五年长则十年 当时有不少朋友不同意我的看法 不过最近有朋友在留言中 向我表示道歉 说他当时反对我对乌克兰战争的看法 在这里我对那位向我道歉的朋友 表示由衷的感谢 遇到这样一位非常诚实的朋友 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姓氏 那么会有人提出问题了 那么乌克兰战争要打到什么时候才能停战呢 这里我们看一个2022年乌克兰战争爆发前一年 2021年的新闻 在2021年1月 俄罗斯是爆发了一场反普京的民众大游行 当时全俄罗斯有100多个城市 有数十万人参加了这一次反普京的大游行 他们就要求普京立即释放俄罗斯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 并且还要求普京下台 普京当局逮捕了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之后 拜登政府就强烈谴责俄罗斯动用严厉的手段 对付抗议人士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 对普京政府逮捕反对派领袖 镇压民众抗议 提出强烈谴责 同时美国的盟国西方七国集团 他们也一起谴责普京当局出于政治的原因 逮捕反对派 镇压民众抗议 要求普京政府立即释放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 也可以说如果普京没有发动乌克兰战争 那么现在俄罗斯国内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反普京的抗议示威 而美国和西方国家都会强烈支持这种反普京的反对派人士 他们要把普京扳倒 把他拉下台 而普京发动乌克兰战争之后 在俄罗斯国内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大规模的抗议示威了 对于普京来说 因为在战争状态 如果有大规模的抗议示威 他就可以以国家安全为理由 把这些抗议示威轻易的镇压下去 所以从普京的角度来看 他发动乌克兰战争之后 他本人和他的政权反而更安全了 没有那么多的反对他的抗议示威了 既然如此的话 普京为什么要停战呢 他是不愿意停战了吗 所以呢 乌克兰战争必然要长期打下去 这么打对普京其实是有利的 说到这里呢 也许有人会联想到习近平 如果说未来几年 中国也要出现一个严重的经济危机的话 那习近平会不会也去学普京 发动战争来挽救他的政权呢 过去习近平总是喜欢学普京的 那么未来他会不会学普京呢 这个还真不好说了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